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南北宗宗 古达州 把风光处与伤透 冬腾孤月圣太平 易经是大学 大学在易经 各位十方善心大德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我是维新圣教宗物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袁新 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混元禅师 宁国83年创办易经大学 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来培养国家的栋梁 易经大学以系统性的教育制度 有计划地培养利益众生的师资 易经大学的师训处是培养红法师资的重要基地 各位 你也想加入易经大学的师资行列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易经大学师训处处长 袁平法师 来向大家介绍师训处 论文 丙添等等相关的内容 法师好 好 主任好 谢谢我们维新圣教 中物中心主任 袁新法师 事实上 袁新法师也是我们维新电视台最美丽的主持人 那从小就慕兴然 最受师父混元禅师的训讨 当然这里面谈到整个易经大学师资培训的这一块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除了我们要来每个月有第一 第一周第三周的礼拜四 还有第一周第三周的礼拜六跟师父来共修以外 最重要要把整个学修的心得 就是我们学到学修的心得 然后来做一个验证 这个验证就是论文的写作 所以论文写作就是学到修到 学到修到正到的一个心得的体验 那这心得体验就会作为未来 他成就为讲师弘法师弘道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我们都知道在一般的大学里面 现在有很多大学的学位也要写一些论文的写作 最重要在整个硕士的学程 博士的学程都要自己来设定一个题目 做一个未来的 就是他毕业的时候他的读事心得 那么在维新圣教这一块 我们师父就认定了 开示了在98年开示的整个维新圣教的五官 这五官的发展就是法界官天人智慧 宗教官尊重生命 国际官资讯同法 那人文官品德教育 千禁官易经风水 从易经风水里面 就把它整个都涵盖在这里面了 那么同修在学修上面呢 你就要去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透过论文的写作 之后开始 入文的写作就是激发我们自己的整个智慧 我们的潜能把它激发出来 激发出来以后就变成你可以 可以来消化了 你可以来自己把自己的体悟 自己的体验透过 透过呢 你去帮很多信众来服务 你在爱心团的时候 你当智慧长的时候 你还是会碰到你周遭的这些亲朋好友 在整个生活上 事业上很多的困难 你可以去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样一个服务呢 假如说你自认为自己的学修的功夫 还不到位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寻求讲师法师的学助 甚至呢 我们可以寻求到最后 假如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我们就可以请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陈师 来帮忙排忧解难 那这些呢 正道的过程 就是你去帮人服务的时候 整个正道 你就可以透过文字的系数 这文字的系数呢 就把整个我们法脉里面 师父所开示的各种这些 对易经的开示 对就是易经 我们讲的就是易经心法 易经心法 这有别于一般的 对整个学术研究 对整个学术研究 浑年禅师 用整个七千年来的整个法脉 福西文王周公 到现在到浑年禅师 然后呢 创办了五千年的易经大学 把这些师父在平常共修所开示的 这些妙法 易经心法的这些法则 风水的法则 然后呢 透过这些法则 当成我们写入文的这些法则 这些法则呢 是永远不会变的 然后 我们透过我们去服务的时候 透过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案例 把这些案例写出来 就变成一篇 有贡献价值的论文 贡献价值的论文 这些论文呢 师父还特别开示 这些论文以后 要保存在 我们整个 唯新圣教八卦圣诚的 常经阁里面 作为未来整个 就是世界上 不管未来的 后面的这些学修者 都可以来作为一个 对论文的参考的一个准则 一个准则 所以 事实上不只在 在我们整个 魂天禅师 我们师父所创办的 唯新 天建唯新博士班 我们从基础学习的时候 一般的同修都要从 世俊班来 开始呢 开始来学修 那世俊班 跟师父共修 接受各种的 意见风水宗教的这些妙法 平常做记录 平常做一些 师父所开示的这些教案 从教案里面 我们来延伸自己所服务的 这些案例 到底有哪些准则 可以来依循 然后把正道心得 每一个case 每一个案例的正道心得 都把它写出来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除了我们学修以外呢 师父还特别开示 最重要 就是透过宗教 与学术 整个的融合 不念的是 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语 在唯新圣教 就是宗教 包容学术 整个宗教包容学术 在外面 我们在整个教育单位 它是一个学术的养成 但是在唯新圣教 是一个宗教 易经风水的养成 养成了以后 宗教要包容学术 但是学术呢 来成就宗教 宗教与学术融合为一体 这个就是 诚如明宣法师主任你所 刚才所讲的 这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学习 我们才有天见唯新博士班 那么天见唯新博士班呢 它还是一样 它要从前面的五篇五官论文 一年一篇 开始来学习 论文的写作 写作以外呢 到天见唯新博士班 它就八年的学修了 这八年的学修呢 师父就讲了 开示的最上升的智慧 最上升的是什么 天神智慧 这在一般武术界里面 所 我们所学不到的 就是形而上的哲学 这些形而上的哲学呢 就是三一命符象 那三一命符象呢 在我们魂殿三世所开示的 它就是五大学术 它不是武术 五大学术 这些五大学术的智慧 它能做出 它能做出 对整个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生存 它有非常大的贡献 能让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 是 论文写作这项要求 其实在维新圣教里面是很重要 在益金大学体系是很重要的 是的 也是我们宗族文元禅师 特别要求的 对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反除 反思我们自己学习的内容跟过程 另外 论文完成之后 刚才法师讲的 放在藏经阁 留给后世来利益众生 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名流青史的机会 是的 我们先谈 外面的一般的教育单位 写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都要经过几位審查 是 口试 但是维新圣教 福年禅师 所传的法 他是 除了你透过写作以外 你还要论文 写了以后你要秉大纲 整个大纲 你未来的研究方向 是 三一命谱向 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三支真禅 三支真禅 它不是一般所谓的说 这些地理形式这些 它有形而上的 更上一层的这些大智慧 那么你写完了以后 丙大纲以后 活年禅师 会再透过每年的7月24 就是维新圣教的周年庆的时候 这个周年庆的时候 把所有的这些博士班的 还有我们私讯班的 就是讲师准讲师 所写的论文 在7月24 周年庆的这一天 然后在法会当中 来把这个论文 逐字的请王残老祖 诸佛菩萨 历代易经风水祖师 我们维新道章53如来 六位祖师来加持 然后呢 我们就把论文 编辑成册 编辑成册呢 那让我们所有的写作者 就是我们的师俊同修 讲师 火事班学员 一致一致的把它勾画出来 所以呢 在法会上 我们要先禀报文书 恭请义皇大帝 王残老祖加持 诸天圣神佛菩萨 六位祖师的慈见 当下某某某 我们自己以什么为主题 来全心参学 一 维新圣教的宗教包容学术 学术成就宗教的学术 与宗教官之正道 最重要的就是 学术跟宗教官的这些正道 符合维新圣教之实用性 维新圣教的正道论文 是要具备生活的实用性 具备什么 现在 鼓制禁用的现代性 还有 当下性 当下你可以来马上 可以来验证 马上可以来 聚集避凶 三性一体来红法立身的真实性 所以把这些详细的成果 直接来禀报上达法界 上达法界 以法会祖灵 会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祖灵 会祖师 祖师就是我们所有的整个法脉 传承下来的福西文王周公孔子 至圣王产老祖 这些祖师来会祖师 会五十三如来之天心 然后呢 真实不虚 祈愿加持灌顶 我们在禀报论文的时候 就来祈愿加持灌顶 法界蒙薰 供养十方法界之天人 自己列祖先灵 各自成就自信净土 以极乐世界净土来相回应 是 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论文写作过程以后 你要来秉添 秉添 然后的真实意 是 刚才法师跟我们说明 我们维新圣教的论文呢 不是只有peer review 同才审查 对 也不是你的老师帮你审查那么简单 而是上天在审查 是的 所以我们要秉添 秉添的时候 法师我们是 你刚才说我们一个一个勾 勾选字是怎么勾呢 是用什么笔来勾呢 我们用红色的笔 然后竹字的自己 写作者 我们的头修 一致的把这个字呢 把它点红笔 就等于点朱砂 点朱砂的时候 同时透过我们的口 或透过我们的心 透过我们的念 上达法界 上达祖师 慧祖灵 慧 祝后苦沙 就是我们的生口意来供养 是的 然后把我们的论文的内容 一字一字的把它读出来 一字一字的 用朱砂笔把它勾出来 对 所以是一个很神圣 非常庄严的仪式 是的 所以为什么 来我们在 慧祖禅禅师所开示的 韧星圣教的博士 不是一般的博士的 八年的征修十念 八年的又把整个正道 把它写出来 所以才叫 称为天建 由天来鉴定的博士 天建博士当然 在汉代的时候 汉朝的时候 有义经博士的设立 所以从汉朝到现在 经过几千年的时间 整个历史重现 在整个我们台湾净土 在维新圣教历史重现的 易经的博士 这个易经博士叫天建维新博士 是 所以这个博士是上天鉴定的 是很有神圣性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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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训班的同修 讲师 准讲师 其实一样也是经过这个流程 在把自己的论文 自己的成果 来向上天来禀报 所以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高 所以我们的 诗讯处处长原评法是 一直强调 论文写作的重要性 是的 我们透过 论文写作 就把自己的学修心得 跟师父所传的法 跟我们所有的 这些 易经风水宗教修行 我们学的 易经的新法 我们学的 风水的法则 宗教修行的法则 还有 文明禅师所传的 妙法谱传 让我们可以来 排游解难 防患未然 趋吉避凶 达到心安平安的目的 是 那我们的 论文秉添的 字数的要求是多少 还有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事实上一般 我们论文 在学术论文上面 没有字数的限制 但是在我们的中文 除了依照 魂天禅师师父所传的这些 整个大纲来写作以外 至少都要达到三万六千字 是 这三万六千字 我们把 易经风水 这些文献 最重要就是文献 你要文献 来佐证 这些文献 不是外面的一般的文献 是要 整个 就是 这些文献的基础 要有它的依据 有它的整个 对你的正道 有帮助的这些文献 不是说 在整个文献裡面 你去拿了一些 没有依据的这些文献 来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至少要写三万六千字 那至于呢 天建维新博士的毕业门槛 毕业门槛 职务开示 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 易经风水宗教的博士 至少要写二十四万字 是 所以我们的原品法师是 第一届天建维新博士班的 毕业生博士 所以法师也是经过这样的考验 完成了 那时候 我们第一届天建博士 是八年八篇入文 最后一篇是二十四万字 就把它整个 把它走劫了 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 当这些论文 它存在我们的档案里面的时候 随时 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要授课的时候 我们希望 再来 发表正道论文的时候 当我们要 微信电视台 要来跟我们访问的时候 这些都是你的文献 都是你的正道性的 是的 随时都备好资料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贴 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 是非常贴心的部分 是的 是的 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 从民国102年来要我们前世同修开始撰写论文 是 到现在大概有多少篇论文呢 法师 大约将近500篇的论文 500篇的论文 真是不简单 对 那这些论文的写作 其实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有时候千头万叙 不知道怎么下笔 可以 请法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规格大纲 大概是什么 好 好 除了你在大学以外 和平的五纲 这个五纲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宗教观 法界观 天人知慧 宗教观 尊重生命 国际观 知信弘法 人文观 品德教育 最后一关 清静观 易经风水 这五关 来促进世界和平 但这五关呢 最重要内涵 你可以引述其他的宗教 但是最重要 还是以唯心圣教 皇产老祖 师尊师父所传的法 为主軸 这些为主軸 所以在98年开始以后 在102年 师父特别指示 又颁了一个规则 就是要我们所有的讲师 开始来撰写入文 后来又增加了 准讲师 因为是未来的讲师 也要开始来写五关的入文 当然这五关入文 就是要来提升自己 整个对易经风水 宗教修行 整个唯心圣教的整个你的认识 你的心得 你的正道 要把它写出来 所以在很早期的时候 我们在写法界观天人智慧的时候 这里面师父开始就是用意立人天 用意立人天 用意立人天呢 我们就要去 当然这里面有研究的背景 我们要问题的重塑 研究动机 研究目的 第二章 要先来认识世界新宗教台湾的唯心圣教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唯心圣教 当然你要去写作里面 弘年禅师与唯心圣教 弘年禅师他整个 从他去面对一场大病的时候 开始的这一段 这一段整个成就唯心圣教 成就唯心圣教 这40年来整个历程 从学修学到开始 到宏法立生到创办唯心圣教 这个你都要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宏法立生的技术 第二段 就是要介绍唯心圣教的法脉教义 刚才主任你也讲了 这整个法脉教义是多么的重要 你从初学者你要进入整个 唯心圣教的主軸 你的核心 这些论述 你是免不了的 第三节 你就是要念 要来写作唯心圣教的法脉精神 整个法脉精神 他的教义精神 就是唯心世中 为国修道立人天 圣教真言 为民其福 见太平 这一段天下太平的大愿 那第三章 就是一般我们外面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第四章最重要 唯心圣教法界观 天人智慧是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里面 就我们有包含的五大项 就是用意立人天的验证 包括风水的验证 包括妙法普传的验证 包括诵经祈福 消灾化解的验证 还有包括你自己的验证 这些 然后呢 到最后做了一个第五章的结论 这是整个我们实识培训班 论文学座的整个大愿的规划 是 我们非常谢谢原品法师处长 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说明 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让利益仁天的妙法绵延不绝 我们希望更多有缘大众加入益经大学 让我们大家学益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师讯处处长 原品法师 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也祝各位观众平安健康如意 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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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